距离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还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 浙江义乌的商家已经接到大量奥运相关商品订单 奥运氛围已经提前到来 记者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看到 不少新产品都集聚法国特色 经营户郑超超告诉记者 最近他们一款官方授权的巴黎奥运会手环销量特别好 订单量在终极10万 目前他们为此在做增添生产设备 多招工人的准备 反正基本上我们手房的订单链基本上就说客户如果像有活动这些 下单链都是几十万百来万这样子的 因为大家都是热爱运动的这样子 巴黎这边的话现在下单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套的话 应该下五六十万这样子 我们做准备就是多之家机器呗 多之家设备啊 多招一些工人啊这样子 增大产量 对对对 经营户们告诉记者 奥运会这类综合赛事对促进他们外贸订单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体育类相关产品的销量都有一定的涨幅 经营户陈显春和丁小旭在义乌国际商贸层做生意近二十载 他们表示一般国际型赛事都会给他们的生意带来一定的红利 今天巴黎奥运会对欧洲的旅游业会有所带动 也带动他们比如国旗奖牌庆祝用具等周边产品的销售 各家第一季度体育系商品的销量均比往年增长10%左右 我们会有一些周边国家的一些订单 以及一些就是以往的一些老客户 他因为奥运会或者这样的赛事的到来 一些数量的增多 我们会去做一些呢 就是说像那个 你看一下我们其实奖杯上面有一些彩带挂的 都是那种法国巴黎他们的国旗社 元素社 前面已经客户有定的已经 货已经过去了 那我们会关注赛事或者这个活动期间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亮点出来 可能后期会在这之间去准备一些 呃纪念品之类的东西 比如是像我们旗子 包括就是体育品这一类 呃 现在国际上面比较著名的赛事 比如说是奥运会或者是前几年那个 世界杯 对 对我们的那个 声音的这个促进影响是比较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哈 呃 因为他有奥运会的话 到时候会有各国的运动员去参议会或者是有一些游客 去参观 所以会可能会带动当地的一些旗子 包括是呃相关列幕的一些产品的销售 谈及2024年第一季度外贸生意 经营户也都表示比较乐观 开放以后更多的外商来到义乌 面对面的交流给彼此都带来了更多的商机 今年的外贸整体情况 他们还都比较看好 据义乌海关统计 今年1至2月份义乌对法国出口额达5.4亿元 同比增长42% 其中体育用品的出口同比增长70.5% 我觉得外贸这一块 我们一直是行情整个看好 都还是蛮看好的 因为一些老客平凡的我们在联系 他们的一些反馈 以及我们自己现有的 我们自己整个公司的一些战略方向 老板订的产品线路的推出 其实整体来说我们都挺看好 我们有想再去做一条线专门 因为欧美这一块的话 因为如果说要去侧重点去做的话 它的产品线路其实跟我们现有的 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的合作伙伴 全球到地各处都有 相对来说 比如说今年是法国奥运会 可能是北美 然后欧洲这边的客户会 订单会稍微相对来说会多一点